激功拍摄期间 为何会多次出现怪事 甚至有人直呼 尤本昌就是本尊下凡 难道他真的是佛祖 在世间的化身吗 而这些传闻又到底是不是真的 本期参表就带你揭秘 激功剧组背后的故事 作为一个大戏晚成的演员 尤本昌的演艺之路并不顺利 在青年时期 尤本昌就表现出对演戏的热爱 所以他就决定前往南京 文工团去工作 在积累到一定纪念之后 随即又前往上戏进行深造 这专业课成绩 更是同批学生中的第一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深爱戏剧行业的优秀演员 也曾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 期间跑了无数个龙套 演了七十多个不知名的配角 直到52岁 遇到激功这个角色 才真正一炮而红 在尤本昌老师的精心演艺之下 我们看到了一位身穿破布袈裟 手摇一把破扑扇 脚穿漏脂破鞋 永远都是最清新的状态 这酒肉穿上过佛祖心中流的形象 实在和我们印象中的高僧背道而驰 但激功却是一位真正的活佛 他救苦救难 惩恶扬扬善 这个疯癫和尚的形象 可以说完全被尤本昌老师演活了 这许多人都说 尤本昌老师是真的活佛 就连电视剧在拍摄期间 也发生过不少的怪事 似乎都佐证了这个说法 那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从尤本昌老师 本人的经历说起 尤本昌经常说自己与佛有缘 这是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 这有一天家里碰到了一位得道高僧 高僧在看到尤本昌之后 脸色凝重的告诉众人 尤本昌13岁命中会有一个大劫 而尤本昌本人甚至会因为这个劫难而丧命 起初尤本昌的家人还不相信 可随后年幼的尤本昌突发高烧 并且怎么治也都治不好 于是他的家人就想起了高僧的话 连忙向高僧寻求破除劫难的方法 这于是高僧就说 让尤本昌以俗家弟子的身份归依了佛门 并说到只有在佛祖的庇佑下方可化解为难 于是就在这个高僧的指引下 尤本昌的父母带着他来到寺院中 结果这神奇的事情还真的发生了 没过几天尤本昌竟奇迹的好转起来 这时他的父母才安心的将自己养在了寺院中 一直到尤本昌15岁才回归世俗 而之后所发生的事 更是让尤本昌坚信了自己和佛祖有缘的想法 技工剧组离奇事件你一定听说过 但是你绝对不知道他拍摄背后的秘密 有人说这是佛祖显灵 但是也有人说尤本昌就是本尊下凡 那么事实真有那么玄乎吗 52岁这年尤本昌迎来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他受邀饰演一位不同寻找的和尚 技工 但在剧组拍摄期间却接连发生了三件怪事 令众人觉得尤本昌就是本尊下凡 这第一件事就是求雨事件 技工在拍摄时 我国电视剧制作还没有众多赞助商 所以经费都十分紧张 当时正好有一场戏是在雨中拍摄 可此时天气晴朗 一点也没有要下雨的意思 若是放到现在可以进行人工降雨 可是当时剧组实在是太穷 这人工降雨的成本又非常高 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上天 眼看着拍摄进度被一场雨给耽搁了 于是尤本昌就非常着急 他足的一人来到佛祖面前 随后就跪下来诚心祈祷 希望佛祖可以试一场雨 不要耽误拍摄的进度 这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就在尤本昌祈祷完毕之后 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 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 这剧组众人十分惊讶 于是赶紧组织各个岗位的人准备开机 而这场雨戏也最终顺利拍摄了下去 但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更神奇的还在后面 就在导演通知众人 这场戏顺利通过后 这漂泡大雨突然就停了下来 这天气又放晴了 引得众人一片惊呼 似乎这场大雨就是为了巨祖而下的 之后在阴雨连绵的天气下 有本章也多次向佛祖求得晴天 据说也都一一另焰了 我估计像这样离奇的事件 任谁看了都得惊呼 这接下来事情更是让人觉得离奇 这第二件事就是囚风 在寄宫中有这么一集 说的是寄宫和一个黑风道人斗法 这场戏需要狂风大作的效果 若是人工造风 无论如何都达不到那种自然的效果 可是老天就是比较执拗 一点风都不给巨祖 这可怕导演急坏了 要知道耽搁一天的进度 就意味着要多花一天的经费 眼看着着急的导演 这有本章在心里念叨 要是佛祖能送一阵风就好了 结果话音刚落 这原本大好的天气突然狂风大作 这场风来的实在是太及时了 可真是把在场的众人都给乐坏了 接连两起有本章求雨求风的事件 让众人都调侃 说不定有本章还真是寄宫本人 这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寄宫剧组发生的离奇事件 难道都是真的吗 为何连同剧组工作人员 都称赞有本章是活佛本尊 而他决定 皈依佛门真的和这些怪事有关吗 求风求雨事件或许可以说是巧合 也可以用真实性不高来进行怀疑 可接下来的怪事 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就连有本章本人都觉得十分神奇 我们知道电影特效都是十分烧钱 并且直到现在 很多剧组使用的特效还都是粗制滥造 这一眼看过去就假的离谱 更不用说寄宫拍摄期间 据说当时有这么一场戏 需要表现出一只蝴蝶停在寄宫的破扇上 可是若是想实现这种效果 就必须使用特效 但是当时的特效制作技术并不成熟 这做出来的画面十分难看 而当时的导演对作品的要求又非常高 所以就在无奈之下 剧组研究后决定放弃这个镜头 改换成其他画面 这既然最后都放弃了 可为什么后来在播出的寄宫中 还会出现蝴蝶的画面呢 据工作人员回忆 就在导演想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一只白蝴蝶飞了过来 围绕在游本昌的身边飞了几圈 随后就停在了那把破扇上 不管游本昌老师怎么挥舞 那只蝴蝶就是紧紧跟随着扇子 这样骑在着景象 着实惊呆了众人 这两者的默契程度 就像是庄舟梦蝶 这接二连三的神奇经历 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游本昌 或许自己真的和佛家 有说不清的关系 之后游本昌也出演过许多角色 可再也没有像激公这个角色 如此的深入人心 并且所有的观众都认为 游本昌就是激公本人 而游本昌也在76岁那年 剃度出家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活佛激公 对于演员游本昌来说 跑了几十年的龙道 直到50多岁才开始出名 一生只有一个角色 被观众熟知 这似乎看起来是有些悲催 可是这对于一向平行静气 暗暗沉淀蓄力的游本昌老师来说 却是一种很好的生活 也许对他本人来说 这剃度之下 才是真正的皈依佛门 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好了 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